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今天啊,看了个神奇的故事啊 神奇的消息吧 叫北京健康跑被境外网络攻击啊 今天呢是4月28号啊 我一般不在这个视频里说日子 因为我一般录的视频不一定哪些放 那今儿放了呢 这个就是你们是明儿看到 你们看到的应该是4月29号看到啊 4月29号早上看到 但是他这个事情就是说 这个北京这个北京市委宣传部啊 对外新闻处副处长这个魏斌表示 4月28日北京健康宝使用高峰期遭受网络攻击 经初步分析网络攻击源头来自境外 北京健康宝保障团队进行及时有效应对 受攻击期间 北京健康宝相关服务未受影响 讲了这么个事情 然后呢后边还讲说在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期间 北京健康宝也遭受到了类似的网络攻击 均得到有效处置 本市将做好网络安全服务 保证首都防疫工作大局 讲了这么一个事说我们被境外势力攻击了 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呢 而且不是投一回了啊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时候呢也干过啊 这个事他们都干过 那这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啊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有机会来攻击你呢 是有可能的啊 这个事的可能性是存在 虽然呢这个可能性不大 或者说他这个规模可能也没有那么大 啊但是这个可能性依然存在 为什么呢 这个他总有好事者 对吧 就是就有些人他就你说不清他为啥 他就想干你一下啊 这个事是存在的 哎但是呢 这个更大的概率是什么啊 更大的概率 咱们猜测啊 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啊 咱们猜测 更大的概率呢 是有人翻墙了啊 有人在手机端翻墙了 这个高峰期对吧 一般什么时候高峰期 大概是早晨9点 早晨这个这个就上班期间吧 就是你要去坐公交车 你要坐那个什么 这个时候肯定是高峰期嘛 啊每个人都要偷出手机来用 然后呢 我在这个时候在干嘛啊 我因为失业吧 肯定不用上班 但是我呢 今天是在去测核酸啊 我们要求是隔一天测一次 隔一天测一次 我是前天测了一次 今天又得测 所以呢 我大概早晨9点多 哎正在排队测核酸 然后排队测核酸期间 突然那个队伍就不动了啊 但前面是一排的那个小盆 大概是有六个小盆啊 定型的 但是测核酸速度很快 哎 但突然他就不动了 这个大概六个盆都不动了 就是说这个录入不进去了 啊 这个停了我的感觉有个不到十分钟吧 五六分钟的样子啊 就停下来了 不动了 是不是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 但是呢 有可能是啊 也有可能是就是这个时间点 因为我去测核酸就是一个高峰期 正常你测核酸是很快的 就是这边卡拿这个相机 手机一拍是不是 那头对望前走 对吧 他他是非常非常快的 而且呢 在这个测核酸的时候 这个是有这个保证人员的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家伙死机了 手机死了 然后呢 马上就窜出来一个这个 这个技术保证人员 告诉你 马上怎么一二三怎么操作 然后继续卡卡卡就接着往前走 所以那个效率非常高 这个我觉得我们也是吸取到了 这个西安 这个深圳和这个上海的这个教训啊 这个就是当你进行这种大批量的 特别是信息采集和录录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一定是这个啊 对写录服务器的要求非常非常高的时候 哎 他们会有这个现场服务人员直接跟在上 哎 他就保证说你这个系统是没有问题的 啊 他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多堆人呗 对吧 咱们这个态度认真了 这个事总是好的吗 这个这个出现问题的几率就下降了 所以北京健康保到现在基本没出什么大事 啊 那五六分钟过完了以后 就接着往前走 接着接着做啊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一般像这种攻击呢 就是啊 就是他肯定是呃 甭管是为什么吧 你说他是因为攻击贪了啊 还是因为这个呃 就是服务器崩掉了 或者说就是这个服务器有时候反应的不太 呃 不太反应的过来 这个事情呢 呃 都有可能啊 因为其实正常情况下这种攻击啊 对服务器其实造不成太大的压力 现在的这个呃 云服务啊 都有这种防这个攻击的功能 特别是比如说我就不停的往里访问啊 不停的去尝试去这个呃 读取啊 不停的去这个呃 从境外去这个呃 尝试去跟这个服务器进行沟通啊 这个事情呢 其实都会被防火墙直接拦下来 不会对真正的服务器产生什么影响的啊 这个早就有这种服务 我相信呢 这个在上海啊 这个西安深圳都出现过相应问题以后呢 北京一定会更加小心啊 更加谨慎 这个事是没有问题的 不不会出现说因为攻击他就挂他了 对吧 那么这个 但是呢 他有时候就是当你大量血入 这这边大量毒 那边大量血 而且你还不希望数据尽可能的 这个同步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他中间卡死一下 或者什么也也挺正常 对吧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比如说我进行了服务器的这个切换 然后开启了备用机 然后开启了更多的这个服务器来进行应对 然后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这个信息的分流 对吧 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是完全可以搞定的 比如这边挂了 那我完全可以开启一组新的服务器 先冻着 然后我再把挂的那个服务器再往往挽救回来 这个事是可以干的 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个 就是境外啊 这个第一个就是从心理上说 告诉你有个境外势力 这个事呢 民众心里比较好接受啊 这个事是一定是这样的 就跟那个孩子晚上不睡不睡觉 说啊 这个坏人来抓走你 那个那个事是一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大量的这个翻墙的人啊 或者说科学上网的手机 然后包括呢 可能有很多人的手机 就是用的外网的sim卡 就我的sim卡就是这个美国的 就是英国的 就是哪儿啊 就这些人其实也在中国大陆 在北京在工作 在生活对吧 他们也会去 这个插健康跑 也会去输入信息 这个事你是避免不了的 那么他们就说 哎 我发现了有这个外部事例 有外部的IP地址啊 去访问啊 你比如说像我 我我如果手机啊 这个科学上网了 对吧 他就发现 哎 我在美国 在新加坡 我还是在香港 在在日本都有可能 甚至我在俄罗斯 对吧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那么这个事就是说 哎 有境外势力了 就是他要找一个背锅的 对吧 他肯定是这个出现了一些小的停顿 但在这个时候呢 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个就是境外势力呢 肯定是一个这个大家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啊 这个还是要干嘛呢 就是要给大家降低一些心理预期 就是你看上海也崩了 对吧 这个这个西安也崩了 然后这个深圳也有问题 那么我们呢 就是先给大家打个预防制啊 我们这儿这个如果崩了 你就知道该骂谁 对吧 美国人干的 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一定是这样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竖好靶子 先给这个在预期降低 说这个我们如果崩了 不是我们这个什么啊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国军不努力 是共军太狡猾对吧 一定是这样了啊 不是说我有问题啊 给大家树立一个这个叫做 靶子在这个地方 这个前两天啊 我儿子去期中考试 咱们稍微跳的有点远啊 没关系 一样 这个他去期中考试之前呢 我们就问他 说你这次复习的怎么样啊 对吧 这个家长问孩子都是这么个话吧 然后呢 他就说我我觉得这次不错啊 这个是因为上次考杂了 上次考试考月考考杂了 然后我说他说我这次不错 后来我说你你那个 我说我教你个事情 什么呢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预期管理吗 他说什么叫预期管理啊 预期管理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一开始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预期 或者超越的预期 对吧 那么最后你如果达到了 他们就觉得哎 每个人觉得啊 你刚当时告诉我你可以考100分的 结果你就考了个100分啊 没问题你达到了 对吧 因为你也不可能考到120分去 那么如果你说哎 你这个当时说你要考100分 结果最后你考了99分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心里很失落 哦 这个人说好了考100的呢 怎么考了个99对吧 那么这个就叫预期管理没做好 那么你如果上来说哎呀 这次好难啊 我这个真的没有学会 然后还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这个我这次真的没有把握 对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那么你的这个 如果考了个六七十分 对吧 那么哦 你这个叫符合预期 对吧 因为你已经把预期降低了 哎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考了个八九十分呢 叫超出预期 对吧 这个事就会有意外之息 那么就是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看 这个你在这个现在啊 这个你甭管感觉好也好 坏也好 对吧 你复习完了 然后你跟父母啊 跟家长来做预期管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你需要考虑的是什么 对吧 你现在说你复习的好也好 坏也好 我们也不会再说你什么了 对吧 我现在说哎 你复习的不好 那你就再复习 然后熬个夜 然后明天上考场睡着了 这个事我也不会干 对吧 你该睡觉 你还是要去睡觉的 那么你现在说复习好了 还是说没复习好 这样对你现在是没有任何影响 哎 但是你考完试 发完成绩以后呢 它是有影响的 对吧 如果你现在做了这个预期管理 对吧 你说哎呀 我今天这个还差那么一点点 对吧 觉得这个不是很有把握 对吧 但是呢 最后这个叫超出预期了 那你会得到这个鼓励和表扬 甚至是这个奖励 对吧 如果是哎 我说了半天说我这个没问题 拍着胸脯去了 对吧 这个最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五眼星回来了 这个满地找牙 然后就跑回来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叫这个未达成预期啊 那就会很惨啊 那那个的话就是你会这个 就是我们儿子就会面临这个叫 加倍的这个愤怒啊 这个男女会和双大啊 这个就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这个事呢 就叫预期管理啊 所以这个事很重要 所以你们可以把它认为 就是这一次啊 北京健康宝啊 说这个啊 有人啊 有境外势力对我进行了攻击 这件事呢 啊 就是一次对普通民众的一个预期管理 啊 就如果哪天真崩了 啊 你们也不要来说什么这个 你们怎么做的那么烂 你们是不是拿回扣了 是不是什么那个事 没有这个啊 有境外势力啊 这个老外太狡诈 就想这件事都可以了 这个 大家再看后边那半句啊 为啥冬奥会和冬奥残奥会期间 会有人来进行这种网络攻击呢 就是第一个呢 可能境外还是会有人去尝试 去登陆这个事啊 这个事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呢 就是 你就这么讲吧 比如说你是美国代表团 有个美国代表团可能又上千人了吧 就再加上他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 可能有一两千人 对吧 那么 他上飞机之前你会干嘛 请先下载微信 登陆北京健康报 然后呢 进行注册 和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他你一定会干这件事 那你不就在境外开始访问北京健康报了吗 每个人举个手机坐在飞机场 然后就开始干这件事了吗 那你认为他是一次境外攻击 这事有毛病吗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对吧 你只要在这个所有的登陆地址里头 找到了一个境外IP 他就算是境外攻击了吗 对吧 当然这个事情你比如说是不是真的有人啊 我在境外发起了低道次攻击 还是发起了什么攻击 这个事呢 我们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只是说这个可能性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啊 这个疯子哪都有 对吧 这个你背不住 有人说我非要试一下 非要搞你一下 这个事有可能 然后另外呢 就是你说这些人一定在境外吗 也未必啊 你也没准是这个 某地区啊 因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健康 什么系统 他崩掉了 然后呢 这个等北京我就看不得你好 对吧 我就想也想弄你一下啊 未必是官方的 有可能是下边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稍微一知半解一点的这个 这个小孩啊 就开始干了 那么他也得翻个墙吧 也得这个什么 隐藏一下IP吧 那么他的这个攻击不也就来自于境外了吗 所以这个事情啊 就是也别想太多啊 也别想太多啊 至少这次呢 他挺过来了啊 我不确定我早上 查核酸排队那一次啊 这个就是生生站在那里 这个等了四五分钟啊 然后所有的通道全都停下来啊 到底是不是这么个事啊 有可能也不是啊 因为我我并没有真的啊 去跟他们沟通交流 说这个你们为什么停下来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事我没有去问啊 我只是说啊一个猜测啊 一个议测啊 北京现在最后说 北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啊 这个呃反正还在出病例吧 也不停在出 然后呢 当然是量很小啊 这个几十个几十个的 这个基本上还好啊 你要搁在国外 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跟上海比的也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但是呢 北京北京这个病例的比例很奇怪啊 你看人上海都是几百个确诊 然后这个上万或一两万个 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乌症状 北京呢 都是几十个确诊 然后两三个 或者一一两个乌症状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咱们得的是同一种欧米克戎吧 这个这个真的是 呃 为什么有这么天差地别 对吧 他们特别这个欧米克戎 特别喜欢上海人 还是特别喜欢北京人啊 这个这个很奇怪啊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这个我我儿子刚才讲吧 上中学嘛 啊 期中考试考完了 然后呢 本来应该是明天再上一天课到五月三十号放假 对吧 但是现在北京所有的中小学生通知的是什么呢 是明天就放假 早放一天 然后呢 呃 归校时间待定 就是到底哪天回到学校里头来啊 再说啊 有可能就是他留着这个活口啊 这个五一啊 或者过完五一以后到底是什么样 就不知道啊 咱们现在只能说这个发布的消息啊 这个任何人啊 因为前面有人两个人啊 因为传谣说北京要封城已经被拘留了 哎 所以这个话呢咱们不能说啊 咱们只能说教委现在发的通知是啊 所有的中小学生提前一天休假 然后呢 因为是突然通知了提前一天休假 对吧 所以这个呃老师也没给他们留作业 我儿子正在很开心的打游戏 这个 而且呢 不是说这个啊 应该是五月正常应该五月三十号放假 然后到五月四号 五月五号上班嘛 但是现在人家讲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提前一天放假 然后呢 回来的那时候再说我们另行通知啊 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另行通知啊 这个就是现状啊 而且呢 就是如果要返校甭管哪天返校了啊 这个就是呃 我们不确定这个日期啊 如果要返校 必须携带48小时以内的啊 核酸啊 阴性证明才可以返校啊 所有教职员工和这个学生都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才可以返校 所以呢 这个呃 家里的啊 该吃的呃 该这个什么的啊 我也买够了 大概够吃一个月的也买够了啊 所以大家也不用为我担心 然后呢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本来也不太出门 这个 基本上那个车已经大概几个礼拜就没有开过了 对吧 这个就是每天在家待着 然后录视频跟大家聊天砍山 这个 这个包括比如说我找些人去做做访谈 做做聊天什么也就这样啊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大的状态吧 也是包括北京的一个就是如果你关心北京的状态 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啊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这个北京健康宝啊疑似啊被这个境外网络攻击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今儿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就是呃 这个攻击有可能存在啊 然后呢 这个 也有可能不存在啊 这个 呃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有人在 呃 科学上网 用手机在科学上网 或者用什么地方在科学上网 然后呢 去访问了健康宝的福气 然后被 呃 健康宝的后台关注到了 然后认为你是 这个 远端的啊 这个健康宝 我还没注意过啊 就是如果你做这个 呃 科学上网以后是不是能访问健康宝 我觉得好像是应该是能的 对吧 因为我有几个手机是经常是外出的时候 都是会挂在网上的 呃 因为我需要啊 回答discord的问题 需要看这个呃 比如说在这个出去玩 我也需要这个呃 给youtube做回复啊 这个事还是需要干的 呃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啊 并没有发现健康宝 呃 好像是变慢了 好像是变慢 但还是能够扫了通的 呃 我们一般反正发现健康宝变慢了 我都会去检查一下 自己是不是在科学上网 啊 如果是的话 就赶快把他关掉 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 为就这个事情 验证我这个呃 说的这个话的这个猜测吧 就是他后说的后半句 就是在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期间 北京健康宝也遭受过 类似的网络攻击 对吧 你想你那么多外国运动员 那么多人 他可能坐在他们国家机场上的时候 就开始尝试登陆北京健康宝 对吧 然后你到了境内以后 他们还是这个呃 境外的手机号码 境外的IP地址 所以他这个事呃 就是你检测到有呃 境外IP地址 或者境外的电话号码来访问你的这个呃 北京健康宝 这个事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事情 呃 所以这个就是经过这通过这两句话吧 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猜测 呃 具体怎么样 其实我们并不关心啊 这个 我相信啊 咱们地独还是可以挺得住的 然后呢这个这个当然我们做了个恶意 不算恶意了 做了个小猜测吧 就是他可能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预期管理 然后提前树立一个靶子 万一出了错是呃 美国人干的 跟我们没关系 对吧 不不不是我们不努力啊 是是这个呃 那边太太狡诈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但是这个呢 这个我们反正现在就讲这些事情吧 这个 还是啊 希望疫情尽快过去啊 这个大家赶快解封 然后我也可以溜到饭馆里去呃 吃点东西 然后转让人去聊个天啊 现在我就是各种的这个呃 就不约人见面啊 还是这个大家要小心一些 好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再见